这更大 两个 走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帅 还记得上几期我拍了一个视频 然后呢 就是我一个肉友啊 送给了我 就是一兜枇杷 这一兜枇杷呢 全坏了 坏了但是呢 我把种子留下来了 清洗了一遍 种到了我这个多肉的区域 结果呢 今天来看一下 长出来的这么多 这两个是 第一我不知道它是不是枇杷苗 第二呢 就是 如果是枇杷苗 我想把它移栽到一个盆里 看看到底能不能长 今天呢 我们就刨开来看看是枇杷苗吧 咱找一个比较大一点的吧 那边那边有一个 那是这棵吧 两个吧 下面呢 咱就刨开来看看 然后我准备一个大盆 把它种到一个大盆里边 因为我们北方啊 特别的冷 因为冬天呢 特别冷 所以我就弄一个盆 哎 没错了啊 没错了 这就是那个琵琶种子 没错了没错了 这回没错了 看两颗 我把这两颗呢 我种到呃 种多肉的大盆里边 走 这更大 两个 走 这是我们的多肉土啊 这种土啊 非常的有营养 哎哟哟哟 然后呢 我希望 让你放这儿 希望能够 长出琵琶 在北方种出 南方的水果 然后 我们把它吃了 嘿嘿 冬天我这反正有大铜 也不会太冷 应该会活的吧 这个土特别有营养啊 我们种好了啊 这土土是湿的 我也不带交水了 我也不带交水了 就是我把它交死了 这两颗呢 这两颗呢 就是我 我种的那个 枇杷树的种子 发的芽 然后呢 我准备把它的过程都给记录下来 如果说涨果了 我就给你送给朋友们 但是要好长时间 估计已经了好几年吧 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我 好不好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吧 慢慢的 大家看看能不能成活 好了 拜拜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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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